2017年才在美国威州签下投资案 开心说威州温暖的像家 但平民媒体传出法人权疯传1031专案文件 郭董下达全集团2018年11 12月 要裁掉非技术人力6000人 明年就要省下900亿台币 联合硕董事长佟子贤也认同 郭董的组织改造 点出跨国分散式的聚落 会在未来十年崛起 未来大客户也很难找到几十万规模的大型制造商 会想象他可以取代大陆的制造基地 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假的议题 台商以及全球的厂商 在大陆所带动起来的那一种基础建设 结构呢花三年跟五年都不会可以取代 只想转型谈何容易 洪海也正面临中美夹急 从党义到民义的痛苦过渡期 即使有川普相挺 但美国威州新任州长艾福斯直指 招商富士康对威州是很糟糕的交易 还高标准要求 洪海提供优渥薄薪资做好环保 摩擦这个继续扩大的话 会让整个全球2019的经济的成长呢 遇到很多的障碍 其实并不是单纯的 谁吃亏谁得利 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此外苹果订单衰退 凭盖股要翻身再等一年半 所以洪海占营收四成的金金母 代工组装的CAA部门 被砍270亿台币开支 占总准结金额三成 尽管洪海努力发展工业互联网 但一切还是需要时间 恐怕没这么乐观 多云产业新闻综合报道